温柔与陷阱 暴力与凶残 零距离走进犯罪现场 听上文说答案 这是一起因为贪恋美色 抛弃弃子 携款潜逃他乡 又隐姓埋名 过着风流生活 可最终又是人才两空 他走投无路之时 疯狂的举起屠刀 而报复的一些案子 怎么样 从头说 现年41岁的程德夫 原是重庆市某公司的一名职工 常年在外搞销售 他长得魁梧帅气 加上搞销售又练就了一副 能说会道 泼讨女人欢心的嘴 他也是利用自己的优势 往来于多个女子之间 不少人戏称他是风流王子 由于他的风流运势的传闻不断 他的妻子便向公司提出 不要让他再当销售员了 以免他在色情的泥坑里 陷得太深 难以自拔 于是在2000年的2月 公司领导决定 把程德夫调到仓库 去当保管员 程德夫多年来 在外面花天酒地风流惯了 他认为呢 这让自己去仓库 这无异于是坐牢啊 无论如何 那是难以接受的 于是 这一个邪念 便从他脑子里冒了出来 卷款逃跑 他想啊 只要有了钱 那就有过不完的风流生活了 于是他 心怀鬼胎的程德夫 对领导说了 呃 行啊 我服从安排 没有意见 不过 我先前销出去的那几批货的款子 还没有收回来呢 我想凭着老关系啊 尽快的把货款给收回来 再到仓库里上班 灵浪觉得 哎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啊 就同意了 接着 此后的半个多月里 程德夫是收回了六十余万元的货款 但是 他只是上交了少量的款项 并且谎称 某某单位有给款计划和时间 但是暂时还没钱 于是 两千年三月初的一天的 程德夫 不管妻子和孩子今后如何生活 突然的 就从人家蒸发了 当公司发现他失踪之后的 立刻的 对他经手的货款进行了核查 这一查不要紧啊 经查时 他卷走了货款 五十余万元 公司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重庆警方立案之后的 对程德夫 上网通缉 这边手中有了五十余万元的 巨款的程德夫 他自然是改不了风流的本性了 但是 他也知道自己那满嘴的重庆口音 他到外地的话 很难隐藏 可是啊 离重庆太近 又怕暴露 最终 他选择了 在四川大巴山区的巴中市落脚 因为这里是山区嘛 比较偏僻 而且呢 从当地人的口音 与重庆人又很接近 异于交流 由此啊 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 接着啊 程德夫便在巴中市巴州镇 租房子住下了 可是却是中日的无所事事 便频繁的进出娱乐场所 尽显色情美酒之乐 然而 娱乐场所的消费 每天是二三百元 那轻易的就花掉了 程德夫心想 那照死下去 这手中的几十万元 也禁不住花销啊 再说了 老是这样花天酒地 那也可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 不如趁早安个家 既可以掩盖自己 也可以增加点收入 以免坐吃山空 程德夫几经观察 他看上了当地一个发廊的打工妹 唐力 这二十三岁的唐力 原是大竹县城郊菜农 到巴中打工已经有三四年了 因其面容娇好啊 又有着一副苗条的身材 追他的俊男帅哥那个不少 但是他却一直都是逢场作戏 不愿托付终身 程德夫看上他之后 就经常的出入这家发廊 唐力从他多情的眼神里 也是读懂了他的心思 两个人很快的 就交上了朋友 并且在一起同居了 程德夫欺骗唐力说 他老家在重庆万圣 经营着一家超市 因为常年在外边联系要务 妻子却在家里招风引蝶 他很气愤 要和妻子离婚 可是妻子娘家的兄弟姐妹多呀 不但不准他离婚吧 还牢牢的控制住他 利用他来挣钱 他气愤不过呀 就把这个货款卷了一些 逃到巴中来了 再也不回那个伤心之地了 程德夫和唐力就这样 成了一对夫妻 还带银号的夫妻 不久的 唐力就要求 程德夫把钱拿出来 自己开个商店 但是程德夫却说 我对开商店超市累的 已经是伤透了心 我宁愿当农民 我也不愿意再开超市了 后来程德夫就真的来到乡下 承包了几十亩的土地 种起了蔬菜 确实的 程德夫他心里是有自己的小酸盘的 他就琢磨着 长期住在城里 难免会被警察发现 而在乡下 只要没发生案件 警察是不会来的 也没有人会注意他的 接着 为了自己便于藏匿 程德夫就利用 与当地村民混熟了的 有利条件 花了一点钱 很轻松的 就办理了假户口 和假吃饭证 把自己的姓名 改成了王洪 他对唐力说 我爸改名是怕老家追杀他 而唐力呢 耿耿于怀的 还是程德夫手里的那笔钱 他对程德夫说 现在你的巴中有了户口 我们可以正式结婚了 结婚后的 我们就回大竹去 在城里买他房子 我们就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人家问起 就说你老家是巴中市巴州镇 名叫王洪 程德夫觉得 哎呀这是 主意不错啊 便于唐力正儿八经了结了婚 回到大竹后的 在竹阳镇买了一套住房 过起了夫妻生活 2000年底的 唐力生了个儿子 此后的 当地人们都知道 王洪是巴中人 再也没有人知道 他叫程德夫了 可是 程德夫 他总是难以摆脱 逃亡的阴影 他常常流露出 难以言说的复杂的心情 终日是忧心忡忡 唐力也担心 程德夫某一天会孤寂重演 突然呢 又离他而去 他想 与其等待程德夫离他而去 那不如现在 先把他的钱给挤出来 使自己下半辈子生活有保障 哎 就这么来 打定主意之后的 唐力就对程德夫说 我们不能这样坐视山空了 你还是把钱拿出来吧 咱们开个小超市 那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生存的基础啊 程德夫经不住唐力的劝说 果然的 就拿出了十万余元 租了个门面 开了一家 副食品小超市 这超市开起来之后 唐力在款项上把关的急言 所有经营的收入 都是由他掌管的 程德夫 他只管进货 不能收钱 为此 两个人经常伴嘴 程德夫认为 唐力独揽经济大权 太过分了 唐力则指责 这程德夫还怀着某种野心 所以他不得不放 那唐力 其实他也深知 程德夫风流成性 无时无刻的 不坚持着他的行踪 有很多次的 唐力从娱乐场所 把程德夫给揪了出来 但唐力看来 程德夫进娱乐场所 不会干什么好事的 他怕程德夫 又跟别的女人好上 从而把自己甩掉 为此 唐力对程德夫 是严加约束 2006年的年冬 两个人的矛盾 是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 唐力又使了一点小计谋 从娱乐场所 抓到程德夫的现行了 便以程德夫 有第三者为由 要求离婚 程德夫呢 他为了尽快的摆脱这个束缚 也同意了离婚 儿子归唐力抚养 房子超市财产 也全部的都归了唐力 程德夫和唐力分手之后的 并未离开大厨 他很清楚 一个逃犯不可能到处乱跑的 在大厨生活的这几年里 他感到这里 还是比较安全的 因此啊 他决定留在大竹 再另想办法 另谋出路 没过多久的 程德夫就和另外一个女人 成了家 还是戴引号的家啊 这个女人呢 她不是别人 大家可能都猜不到是谁 她竟然是唐力的亲姐姐 唐平 十年三十岁的唐平 他曾经有过短暂的婚姻 离婚之后的 也是一直未在婚 当时 他的妹妹唐力 从巴中带回来一个男人 并且买了房 还开启了超市 唐平对妹妹就十分羡慕啊 经常到妹妹这里来吃喝 妹妹和程德夫 闹矛盾的时候 唐平还站在程德夫这边 当唐力和程德夫离婚之后的 唐平立刻的 就贴近了程德夫 劝他不要难过 哎呀 很快的 两人就成了 没有结婚的夫妻了 他们在一起生活啊 自然是程德夫拿钱出来 其实啊 这些年以来的 程德夫卷出来的那五十万元 早已经被他折腾的 只剩下五六万了 唐平的温馨体贴 软化着他的心 他不断的把钱拿出来 给唐平买首饰啊 服饰啊 还添置了家用电器 不到两年 程德夫的钱 便被唐平的温馨 给慢慢的软化光了 光了 这温馨还能在吗 渐渐的 唐平的温馨 也就随之减退了 时不时的 还冒出冷嘲热讽 更令程德夫恼火了是 这唐平啊 他竟然又交上了新男友 并且把男友 叫到家中来 给他看 还要求 程德夫尽快离开这个家 最好离开大竹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程德夫感到前所未有的 悲哀啊 自己抛弃别子 隐姓埋名这么多年 如今却落得个人才两空的下场 这图了个什么呀 走投无路的程德夫 而前思后想 突然的 大彻大悟了 他悟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这唐氏姐妹是合伙算计他 轮分的挤兑他 最终的 把他的钱给挤干 炸进 程德夫认为的 自己不能上这个当 吃这个亏 他要让唐氏姐妹 把这个钱给吐出来 拿定主意之后的 程德夫先找到唐力 要他拿出一部分财产 否则就不要他好过 唐力却说 喂 我带着孩子呢 我没向你要钱就不错了 你凭什么还来向我要钱呢 唐力又说了 我跟你说程德夫 你别把我逼急了 否则的话 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抖出来 我叫你不得好看 哎呀 程德夫的话 别说 还真的把程德夫给震住了 回头 他要向唐瓶要钱 而 唐瓶 他也不买他的账 程德夫为了威胁唐瓶 把自己的衣服 一把火给烧了 声称啊 他横竖 是光棍一条 唐瓶如果不拿钱 补偿他的话 他就让唐瓶没有好下场 可谁知 唐瓶也毫不示弱 他吼叫道 你快滚 滚出我的家 滚出大主去 不是 你 程德夫他甚至 自己已经是无路可走了 他决心 赖 也要赖在唐瓶家里 可是唐瓶 他怎能容下 身无分文的程德夫啊 2008年5月7日中午呢 他叫来自己的弟弟 警告程德夫说 你最好知趣自己离开 否则 我就要报警 一句报警 那是彻底触到了 程德夫内心的伤疤了 他感到 坏了 自己的末日到了 一旦唐氏姐弟报警 他肯定会彻底暴露 立刻完蛋 可是呢 他能到哪儿啊 身无分文的他 以后该怎么办呢 这一切啊 都是唐氏姐妹害的 想到这儿 他突然那就受性大发 什么都不顾了 他猛的抽出随身携带的尖刀 就刺向了唐瓶 唐瓶一声尖叫 随即的便倒地 不再动弹了 唐瓶弟弟见姐姐被杀 奋力的阻止 程德夫行凶 也被程德夫给刺伤了 程德夫杀人之后 他也是自知罪孽深重 回到屋里 关上房门 打开煤气罐 扬言 谁敢开门 我就与谁同归于尽 很快的 大竹县公安局 接到报警之后的 三十多名民警 火速的赶赴现场 他们破窗而入 发现 程德夫已经割腕自杀 晕倒在地 此时啊 不知死活 不过 让你这么痛快的死了 那就是便宜你了 送医院抢救 程德夫脱离了生命危险 几经审理的 程德夫交代了 他的真实姓名 和从公司卷款外逃的 犯罪事实 2008年6月12日 程德夫因犯 故意杀人罪 和卷款外逃 恕罪并罚 最终被法院判处 无息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程德夫 惨不 惨 可怜不 可啥怜呢 可笑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 可怜之人 必有 可恨之处 我是尚文 咱们下期 精品答案见